一名离职八年的前职员滥用公司地址借贷 导致柔佛在野一家车镜服务公司被大耳龙盯上 阿龙不止上门颇红期还威胁业者 要么把人找出来要么还债否则就会继续骚扰 不堪大耳龙滋扰的事主召开记者会 强调这名前职员八年来都没有和他联络 就算大耳龙一再上门他们也找不出借贷者的下落 在这里我希望这个借钱的人自己出来面对 因为钱是他们借的 要不然就是希望阿龙他们自己去找出这个人 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找到他 希望阿龙不要再来骚扰我们 我们还要做生意 他又先来这个 他讲如果这个东西不处理的话 他会再来找我们第二次 就是这样子 对 就是我们这个的人 我们真的是找不到 然后你这样子一直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事主表示他是在上星期六清晨准备开店时 发现店门口和招牌都被泼上红漆 大耳龙还贴上借贷者的全名 身份证号码和大耳龙的联系号码 尽管曾经尝试致电大耳龙 但对方始终拒绝接听 全城只肯通过手机应用程式WhatsApp来沟通 由于大耳龙还向他们发送借贷者六名家庭成员的个人资料和住址 事主认为既然清楚掌握借贷者的资料 那大耳龙就应该自行追债 有一点不明nal的参照